我现在其实说起来 怎么说呢 我真的是我很后悔把我的女儿送到这里来 时间就是报废了 11月30号下午 记者在南明区迎盘路见到了家长们 提起这个补习学校 他们十分气愤 我女儿的同学之前是和她一起来这里 她的家长就不知道她在这里学吗 那个之前没有我女儿成绩好的 人家反而考了500多 我女儿差了差90多 然后到了今年的中考过后 成绩出来过后 就没达到这个批次线 就是贵阳市的第二批次线 非常失望 因为当时我们报了很大的信心 和我们一样的很多家长 都是他们给我们承诺的是 起码有90%以上的希望 能达到贵阳市第二批次线 甚至第一批次线 从杨先生签署的这份中考冲刺生承诺班协议书中 可以看到 双方约定培养孩子的目标是 贵阳市三区一地第二批次线 乙方参加2023年贵阳市中考成绩未达到承诺标准 甲方向乙方退还乙方所交教学费用 杂费不予退还 记者注意到学校的圆址内还悬挂着宣传广告 一楼的这间办公室里还张贴着教室的联系方式 二楼还有工作人员办公 我们和英才是两个公司没有关系 你们现在这里不办学了吗 是吧 你们只是用这个场地 但不是用来办学的 10月份嘛 刚进来这些所有的标准都会换 现在还没来你解 你们现在来的话已经是了 N多了 现在早就没该来 他们多久来这里开始办这个学校的 你们还不清楚 记者尝试拨打家长提供的电话号码 但是无人接听 随后记者又查询了协议上盖的公章 贵阳英才学校高副中心的信息 公开信息平台上并未查找到对方的工商注册主体 只在搜索引擎中 查找到了一个未经认证的机构电话 我这边是帮他之前做代理的 我不知道他们 我是他们第三方的 那您有没有负责人的联系方式 没有 由于查询不到相关的信息 记者将情况反映给了南明区教育局 里面涉及到的有些东西的话 已经不能是我们区教育局的话 所能够解决得了的 我们就把相关的证据 然后以及我们收集到的 家长的一些个协议书 已经一并移交给了咱们那个区分局的工作人员 公安证据 就是说现在这个情况正在调查处理当中是吗 对 是这样一个情况 好 谢谢 百姓关注记者报道